嘿,我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雷喲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波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瑪雅人 瑪雅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資源可以吃得再更久一點 可以增加15%的效果 不然是要採金礦、石頭、野味 都可以增加15%的採集時間 還有果子 所以瑪雅人在前期的經濟也不錯 整體來說都是處於一個不錯的水平 那瑪雅人他的特色是工兵單位有非常多的減免 那瑪雅人除此之外也可以打這個白血老鷹 也是他的特色 那瑪雅人遇到騎兵果的最大問題 還是沒有太多的反制手段 只有槍兵跟森綠會比較有效可以反制 但是羽毛劍射手打游侠其實打不太動 所以瑪雅人還是比較需要依靠強奴或者是槍兵去解決起兵單位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波斯人 那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有所提升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他的3TC開農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波斯人他的特色還是比較圍繞在他的起兵單位上 有這個波斯戰相還有這個薩瓦爾騎兵 那薩瓦爾騎兵是游侠的進階版 攻擊速度比游侠快 單挑死還比游侠還要強 但是波斯人的遠防呢 這個薩瓦爾的遠防非常高 而且打牆母的工兵單位額外增上效果 所以這把實質上是波斯人完全壓制瑪雅人 瑪雅人出老鷹或者是出弓箭手都會被薩瓦爾壓制打 只有槍兵會打不太贏 但波斯人又有波斯弓兵跟火槍 所以事實上來說波斯人的反之手段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這邊就會好奇 瑪雅人到底要怎麼打波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這一場是競技場 競技場的話現在打塔弓的成功率並不是那麼高 當然也會有成功的時候 那我覺得有點因人而異 並不是每一次塔弓 這個勝率都很穩定 反而是有點... 可能有點弱...反而是有點劣勢吧 畢竟競技場來說一個10強 防守能力還是不錯 那如果玩家們會防的話 還可以去提前防守 只要讓對方不進來 這個贏面就會很高 畢竟進攻成本一直以來都是高於防禦成本 好那這邊波斯人是先趕快吃野豬 讓第二頭野豬了 然後已經很早就開下4個果子了 那這邊鹿肉也是早早吃完了 吃完鹿肉就馬上去趕快吃果子 那這邊也是 而且兩邊吃果子時間是差不多的 好 好朋友這邊鹿肉比較晚吃完喔 可以鹿肉最後吃 待會來吃這個羊 在這邊吃鹿的人有點多啊 這裡可以考慮拉幾個人去伐木啊 好這邊補一個房子 好這邊把鹿牛吃一吃 OK所以馬雅人是決定要2425P 點城堡 而且挖石頭 那這就是25加2 然後上城堡時代插城堡的一個策略 那波斯人這邊是打一個24P 上封建時代24加2升城堡時代的一個玩法 那波斯人其實可以再快一點喔 23加2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那有點極限喔 應該來說波斯人25P會比較正常一點 畢竟他的這個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太快了 所以他的支援量會蠻極限的 所以這邊24P真的是蠻極限的 不要說23P的23P可能要買賣了 好這裡馬雙補了一個馬舟 正常開局 那待會再補一個四級或冰工廠 好四級已經補好 好這裡剛好支援極限生成 瑪爾這邊看一下 那這邊是補了一個四級跟冰工廠 沒有均勻 好正常的跳城策略 好那這邊不知道有沒有偵查到 對手這裡挖石頭呢 好那這邊一升到城堡時代 波斯這邊要趕快按肉碼 肉碼這邊數量趕快堆疊上去 先點一個一級伐木 剩下一下經濟 那待會有80肉的話 要趕快按出第一隻肉碼 好肉碼趕快按 好那這邊升城堡時代 還要存一些資源 帶回來蓋修道院 那這裡波斯人的木頭其實很少 可以考慮先下個修道院 一個TC待會再去補 先趕快按修道院 或者是先補一個TC 這邊就要看波斯人的分支會怎麼打 好結果瑪亞這邊有大動作 拉了很多村民過來想要去 插城堡 那波斯這邊有偵查到 哎呀兩隻刺頭過來解掉一隻村民 但是這麼多村民是很難繼續解掉的 好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好後面按了一些老鷹開始幫忙打架 好這裡修道院還是補下了 那城堡東西還沒有補 這邊突然打架讓瑪亞人有點尷尬 好但還好波斯人這邊更尷尬 這裡騎士出來雖然打老鷹OK 到後面有修道院 趕快踩森旅 好這邊就是瑪亞人的進攻時間 那確實喔 瑪亞人跟波斯人打後期希望渺茫啊 但是如果打單TC羽毛劍射手爆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了 這邊瑪亞人可能要搭配衝車或投石車進行壓制會更好 波斯人這邊是比較難打這個組合的 如果對方打一個 打這個投石車的話 這個自己只能用 投石車或騎士反擊回去 畢竟沒有救贖思想 那瑪亞人呢 這裡是沒有斬攻城7製造所 而是開始量產羽毛劍射手 那波斯人的反制手段就很明確了 出奴炮跟投石車就可以打贏瑪亞人 那瑪亞人也是僧侶偏爛的文明 他也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兩邊都是護肝瞪眼 兩邊出攻城7就只能互相傷害了 這邊其實是上來想要包掉羽毛劍射手 但是包不掉 這邊開始撿生物了 波斯這邊偷撿一個生物回家 那瑪亞這邊已經撿了一個生物 第二個 這裡是不是忘記要回去了呢 好像沒有編好隊啊 好 這邊城堡繼續輸出 看可不可以點掉一個馬舊 好 波斯人現在有點尷尬 不知道該怎麼打 雙TC先開 那地上TC要看情況 好 波斯這時候終於點下了織布技術 那偷織布來說在經濟場很常見 但是瑪亞人這個文明 一開始會多一隻村民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一定要點織布技術 避免讓這個TC的工作效率 不會空轉 好 右邊這個城門 讓對手可以一直經濟出去有點麻煩 要不要拉著村民過來把這個門口給堵住呢 當然這樣堵住其實意義不太大 對手只要第一個搶就會出去了 好 右邊這個生物消失 應該是有偵查到 OK 有看到 地圖上 如果對手撿了生物的話 那個白點就會消失了 所以瑪亞人這裡是沒有開圖的 大家一定知道 好 那這邊換瑪亞人過來想撿 換波斯人想要攔截 攔截能夠成功嗎 生女過來 想要招翔 結果攻擊手還在後面跑步 造成生女第一時間倒地 也沒有辦法來得及 反擊 輕騎兵 結果輕騎兵也在發呆 好 這邊拉了一台投石車過來 毛巾射手 待會要遇到投石車 炸一發還拍到了 再炸一發想走位 哇 走位走得很好 毛巾射手的優點就是 機動很好 而且這個也沒有馬攻屬性 不怕槍兵 只怕戰毛兵 但缺點也是蠻顯而易見的 射程短 攻擊力低 不像馬攻傷害這麼高 好 可以趕快撿 好 後面農田越撒越多 這邊波斯是想要雙TC 然後趕快速升地王蓋寶 然後插城堡 反擊巨星球C回去 那運氣好的話 如果瑪雅人這邊撤退的晚 三個生物也可以拿回來 這樣變成四生物 如果這個手刀一回去的話 我就變五生物了 好 瑪雅人這邊進攻方法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繼續連環寶 好 身插進去 那瑪雅人這邊挖石頭 並沒有把爹跟寶繼續往裡面插 這一點就有點奇怪了 這邊是出了很多羽毛劍射手 難道是一個 洋攻戰術 但他前面投資了這麼多羽毛劍射手 但輕輕投資車在這個階段來說 已經有點太慢了 現在要趕快進攻的話 要插寶也是慢了一劫 波斯這邊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而且城堡已經插在了正前方的位置 好 這邊少量的羽毛劍射手 還是可以擊殺到很多村民 投資車這邊要努力輸出 羽毛劍射手射村民射很快 這邊硬蓋城堡 蓋到頭破血了 但最後城堡還是蓋好了 好 這邊擊殺掉了非常多村民 村民差不多平衡了一下 好 43村打51村 波斯依舊還是領先 那到了帝王時代 波斯的工作效率 TC的效率來到最高 待會3TC開下去 如同快要4TC啊 好 這邊是恩時代升上去 哇 結果瑪雅看到對手城堡蓋前面 帝王時代升上去 馬上補了3TC 發現情況不對 波斯這邊城堡蓋得很快 而且巨型頭石機馬上就要出來了 這邊挖了石頭 大會可能都要成為修理費 因為瑪雅人在城堡的時代 是沒有辦法反制巨型頭石機回去了 即使到了帝王時代 也只有巨型頭石機跟中頭比較好 能夠反擊巨型頭石機 所以這邊瑪雅人決定要轉手為攻 趕快把這個3個生物搬回家 裡面還有一個生物 大會再來搬 那這樣保持生物的優勢 後面補一個修造員 趕快繞幹回家 好 波斯這邊就是滿滿進攻 這裡城堡要盡肯的去爭取時間 會比較好 欸 結果瑪雅這邊按了幾個炸藥桶 難道是想要去炸什麼東西嗎 這邊取消掉了 應該是按錯了 好 羽毛劍射手 趕快再多按幾隻 現在數量來到了19隻 還未滿20隻了 好 這邊TC補下第三個 3TC開始運作了 外面城堡拆掉之後 波斯心中的大石頭 終於放下了一點點 對手看起來是撤退了 好 這裡也轉出火炮 好 預防心安火炮 結果 瑪雅人完全沒有上地龍時代 這時候波斯人想說 奇怪 這個瑪雅怎麼單TC打 居然還沒上地龍時代 看我化學白點了 現在化學點了 就是為了出火炮 就是為了出火槍跟弓兵 好 這裡通知車砸一發 這裡阻止蓋堡 稍微小打小鬧一下 好 家裡撲了一個新的城堡 瑪雅人這邊是地龍時代 還需要大概約5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喀一點的話 3分鐘就可以點下去了 因為這裡農田樹實在太少 至少要來到30幾片田 會比較快 現在只有26片田-13TC 慢慢農上去的話 需要約5分鐘左右 波斯這邊是點下了品種 還有這個手推車 看來還是要走一個經濟流打薩瓦爾 好 瑪雅人點下了弓兵鎧甲 哇 這時候還在提弓兵鎧甲 這就蠻神奇的 這裡居然不是趕快升地為目標 還是先攀了一下科技 好 波斯人開始轉騎兵科技了 開始轉出重裝騎士 還有騎兵的鎧甲 那如果轉出薩瓦爾的話 會讓瑪雅人非常難受 因為薩瓦爾的遠方 甚至比這個遊俠還多一點 遠方8的單位 那羽毛劍勝手 最尷尬的地方是升級完 只有9點傷害 射這個薩瓦爾 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所以 瑪雅人要打薩瓦爾 最好的辦法 就是出槍兵 好 瑪雅人這邊點下 帝王斯大之後 馬上補了4個軍營 開始轉出重裝長槍兵 那這邊弓兵鎧甲 要不要先點完呢 還是趕快先判一下步兵鎧甲 這邊趕快按槍兵 防守 但是對手 波斯這裡並沒有任何大動作 這邊是專心載農 然後轉出重裝騎士 兩邊經濟差距20吋 這一隻老鷹過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裡面狀況如何 看到也只有一隻重裝騎士 大家看到重裝騎士應該是心裡有敵了 對方肯定是要打薩瓦爾了 畢竟沒事 波斯人不會去升重裝騎士 如果會升重裝騎士 肯定是要打薩瓦爾 好 這邊少戰 二次缺了 發現了薩瓦爾的蹤影 這裡擊兵補下招 馬上補下二級的步兵鎧甲 那這裡在升級 蠻亞羽毛劍射手 就其實沒有太大意義了 這裡數量量產起來 不管攻擊再怎麼提升 怎麼打都是一滴 薩瓦爾三級馬卡已經好了 捲防八點 一滴 一滴 還是一滴 哇靠 大家還射不死 這麼多隻在射 結果我一直都射不掉 這就是薩瓦爾的慘度 而且攻擊速度還極快 好 那這邊破剩點下了二級 農田 瑪雅人這邊三級射 還是補不下了 化學還要補 還有這個精銳 對 精銳版本的話可以讓羽毛劍射手 生存能力大幅提升 增加速度的血量 所以蠻亞這邊要不要點精銳呢 這邊點精銳的話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 成果度 好 這邊還是點下了化學 超時射先炸一發 但是這是沒有空的 這個是自由開火 哇 這裡火炮可能逃不掉 那波斯這邊趕快展出戰毛兵 這裡薩瓦爾直接一觸其一發 大量的起因直接撞到薩瓦爾的臉上 後面的羽毛劍射手努力輸出 但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後方的火力有跟沒有一樣 薩瓦爾直接突破正面進攻 哇 薩瓦爾好強 薩瓦爾再次往前 槍兵也是一瞬間就倒下 波斯的薩瓦爾真的是有夠難纏 OK 這邊已經要靠僧侶了 槍兵配僧侶 毛劍射手 趕快繞幹 增取一點時間 第二堆槍兵過來 好 馬拉雅終點下了化學 化學補完了 攻擊力來到9點 OK 9-8 還是1 哎呀 尷尬了 尷尬了 怎麼辦呢 這一把很有趣 哎呀 到底要怎麼打波斯 那我們來看2100分的玩家 是怎麼反擊回去的 如果是我的情況下 我會轉出大量槍兵 跟一些生侶 羽毛劍射手 我覺得甚至可以不出 轉出這個戰毛兵 來擋一下也可以 畢竟打薩瓦爾 要主動選的話 生侶應該是最好的選項 馬拉雅的話 他的生侶最大的缺點就是 沒有救贖思想 要招搶單位來說的話 馬拉雅人還是算堪用的 那馬拉雅這邊可以考慮 要把把黃金存起來 轉白 血老鷹 配槍兵 或者是 轉出大量的巨型投石機 反擊 不然就是轉中頭之類的 但中頭這個情況下 轉出來也會被波士火炮給壓制住 所以奴炮啊 投石車也不是首選 我個人認為還是 轉一些 生侶 配老鷹 槍兵會比較好 那老鷹的話 是要抓對方的工程器 例如這個巨頭啊 或是火炮之類的 來保護自己的槍兵 可以有機會擋住對方的輸出 但是現在馬拉雅人 跟對方打一波很容易打輸 畢竟槍兵的體質 完全比不過對方薩瓦爾 所以要盡可能用槍兵先去打好幾步的消耗戰 可能消耗幾隻 薩瓦爾就消耗幾隻會比較好 好 這裡點下了拇指環 羽毛劍射手在後面輸出 先點掉後方的槍兵 這邊薩瓦爾一觸擊發 槍兵直接左邊抬開 但是右邊的羽毛劍射手 點完精銳 坦度雖然是起來了 但是知道薩瓦爾的傷還是很痛 四刀就可以砍死一隻羽毛劍射手 哇 這邊的槍兵全部被吃光 後面的火槍很努力輸出 這裡有更多槍兵過來 擊倒更多薩瓦爾 這裡巨型投資機 可能可以拆掉趕快取消 這裡不要再蓋了 不然第一波波斯是交換掉了 正面所有的部隊 波斯這裡有個隱患 比黃金鑰匙沒了 就沒有更多薩瓦爾 好 這裡薩瓦爾直接衝一波 也不管要不要囤兵 直接衝到了槍兵的聚集地 這裡羽毛劍射手很努力在點火槍 好 擊兵一直往前補 但這個擊兵是補到了幾一點之後才會進行攻擊 沒有去手動操兵的話 這個擊兵有點在下水餃 反而是讓這邊薩瓦爾一直無限輸出 薩瓦爾這裡沒有去控他 讓他隨便亂打 反而打出非常好的KD 好 邁亞人家裡有點爆炸 怎麼辦 薩瓦爾衝進來了 好 菌營太少 那我們就再補一些 這裡收村 可以把村放出來 好 邁亞點下了奴兵 看來是受不了了 轉奴兵 發現這個羽毛劍射手 怎麼這麼廢啊 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他注意到 強弩的話還有兩滴呢 但強弩的問題是 沒有辦法跟薩瓦爾走A 被貼到的話就只有 正面實戰的部分 好 邁亞被殺入城內了 城牆已破 沙利補下更多的軍營 背水一戰 石軍營出槍兵 但是木頭現在很缺了 右邊有少量的大洛馬已經殺了進來 波斯人點下了銀罐 波斯公兵 還有公兵鎧甲 拇指環 OK 要打消耗戰了 波斯人打公兵消耗戰也是一流的 接近免金奴兵 還是蠻好用的 沾進一場地圖 可以省下很多黃金 讓這些火槍不太需要出 直接出奴兵 然後把所有的黃金給薩瓦爾 跟工程器 巨頭 衝車 或者是火炮 左邊這兩撮黃金 本來是邁亞人的 但邁亞人這邊好像沒有機會去挖 但挖出來也不知道拿來幹嘛 這就是邁亞人的杯哥 好 黃金決定要投資在長武上 沒有要投資在僧侶 右邊我覺得這裡可以稍微賭下口 波斯人這邊 步步逼近 邁亞人這邊想要聚集一波 打個正面 槍兵雖然來到了56隻 好 強奴二四隻 三級攻補下 這一攻要是打不贏 要GG的就是 邁亞人了 邁亞人這邊不等三攻啊 因為三攻還要一分半 決定先打個一波消耗一下 好 這一波直接上前 大量槍兵直接往前頂 想要頂掉一台巨型頭司機 看起來是順利頂掉了 後面的強奴跟羽毛劍射手 在後面瘋狂輸出後方的火槍兵 火槍兵這邊被打掉幾隻之後 還是被城堡的傷害給逼退回去 波斯這邊的薩巴爾 雖然有點下降了一些 但第一時間補的還是奴兵 而不是薩巴爾 要打消耗戰來說的話 波斯人的攻兵也不會太弱 雖然沒有強奴 但一般奴兵來說 還是有一下八滴的傷害 5加3 好 這裡槍兵再次往前 強奴在後面射 羽毛劍射手往前 點掉弓兵跟火槍 薩巴爾正面迎戰槍兵 槍兵抽掉了很多薩巴爾 但薩巴爾也是直接擊破了瑪爾正面 瑪爾正面被擊破之後很危險 好 這邊弓兵稍微反擊回去 射個羽毛劍射手也要射一段時間 羽毛劍射手遠防有6點 所以波斯的攻兵射羽毛劍射手是一下兩滴 有65滴血的話 波斯賽也不太好射 這個搭配組合確實不好解 好 這裡補現農田 肉很不夠 好 這些弓箭手很煩 走進來了 開始亂射 完蛋了 被壓在出兵點 蠻亞人這邊聚集槍兵也不太容易 感覺一直被對方的免機奴兵 一直白白交換啊 好 蠻亞人這裡補下更多的槍兵 強奴來到了快要30隻的數量 好 畫面工程器製造所已經補下 這裡要轉衝車嗎 哎呀 真的是要出衝車開頂 波斯人後期也有大衝車喔 工程方面是蠻厲害的 好 這裡非常多的薩瓦爾 直接手撕軍營 後方的弓兵開始往後拉 想要騰出一些空間 讓對方出來 讓自己好好的可以集火 好 出量下降了一些 波斯人不急 現在還有4000多肉 待會可以慢慢的花 這一波薩瓦爾送光 我們可以馬上又補下 第二波的薩瓦爾 那蠻亞人可能會一直被 波斯的免金工兵一直消耗喔 好 那還好 蠻亞人左邊有偷偷挖腹肌 這邊點下了銀罐技術 這個是 這個是 浮爾切紙毛兵 這個可以讓戰毛兵喔 變成雙倍紙毛 但是這毛兵的這個毛呢 第二發是第一血 但是數量力多 他的戰毛兵喔 傷害也是蠻高的 就像這個散彈青茶一樣 雖然傷害低 但多發箭矢喔 打...打久了還是有傷害的 好 這裡強奴出去應戰一下 使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去偷點一下強奴 點下奴兵 好 那是薩瓦爾 這邊看到奴兵往前 自己出動 但是又發現 欸 這邊怎麼又撤退了 好 左邊這邊 村民想要撤退 這裡有大洛伯爾抓到了 這邊挖金礦的村民 波斯用巨女投司機慢慢推進 反正只要把瑪雅的陣地慢慢守勢掉 最後還是會投下了 現在是波斯這樣的想法 好 這裡攻兵 要小心 薩瓦爾 這邊要出動了嗎 巨女投司機 走得太前面 沒有架起來 怪怪的 欸 這個是怎樣 用巨女投司機去吸引對方的傷害 這一個有想法 OK 火炮在後面 繼續瘋狂輸出 第一時間想要點掉巨女投司機 巨女投司機全部被拆掉 正面的子弟兵已經被薩瓦爾給突破過去 只剩下強奴 子弟兵已經快不成軍 薩瓦爾直接突破防線 三台火炮緊追在火 好 避免放過後方的強奴 強奴 強奴直接被火炮打個擠炮 損失大量數量 只剩下13隻 這時候 瑪雅人打出了聚聚 我們恭喜薩瓦爾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波斯人最後還把自己的村民給低掉 剩下106村 無情爆兵 走A 搞定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由波斯拿到比賽勝利 哇 這個經濟贏了1萬5 雖然瑪雅有4勝物 但是最後還是輸掉了比賽 後期的波斯的薩瓦爾大軍 實在是太強大了 而且波斯工兵 也確實讓波斯人省下了很多黃金 讓他不會一直用薩瓦爾去交換 用這些大量的奴兵去換 也可以換出很好的戰果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